我的頭腦跟我的下面是不同步的 就是例如說 我有一個以前很喜歡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追她很久了 終於她在我的床上會打開的 我就硬不起來 因為我身體是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 我 有另外一個例子是 有一個女生是倒追我的 就是她喜歡我 我覺得她還好 但我後來大方的讓她利用我的身體 然後就是因為沒什麼壓力 你反而可以吧 就表現得超夢 那 對 要怎麼解決這種 就是無法控制自己身體的那個感覺 這個跟那個佛洛依德 有一個叫做聖母妓女理論有關係 就是當一個男人看到一個 他很欽佩的女生 他有的時候甚至會沒有慾望 那這個其實是另外一個理論 但第二個呢 就是當你跟你很喜歡的女生 在一起的時候 男生會把床上的這個 性行為當作是一個表現 那你就會變得很緊張 那我剛剛前面說 男生要勃起 一定要腹交感神經興奮 那腹交感神經就是 你如果沒有辦法放鬆 你就沒有辦法勃起 所以你一旦緊張就是起不來 不要把性行為當作是一個 跟自我認同連結 你就算表現不好 那跟你個人沒有關係 那其實女生重視的 其實不是真的生理上的高潮 女生的開心是來自於大腦的感受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在過程當中 讓女生有感受到 被愛跟尊重 其實女生基本上都是會喜歡的 可能我的外表是 看起來比較虛弱 比較可愛 所以大家會問我說 欸 你是不是早洩 那問題是 那我還是想要改善這個早洩的問題 如果是就醫學上的定義來說的話 就是你有放進陰道的慾望 跟放進去一分鐘以內出來的話 這個是醫學上定義的早洩 但可以改善的要改善 有兩個 如果真的是一分鐘以下 那種是需要透過醫師 用藥物的治療 但是如果 如果是你自己覺得不夠快 通常是你只要有三分鐘以上 就不是真正醫學上的早洩 我有時候是長期秒也會 30秒也會 那其實那30秒可以去看泌尿科醫師 那如果你如果一般男 因為有些一般男生會覺得早洩 是因為他不符合自己的預期 他覺得他想要久一點 他還沒有辦法那麼久 還是太變太久一點 那其實這個時候可以透過練習 你可以自慰練習 因為有些人是因為平常 那大腦記憶就會 你在很快的時候就會出來 所以當你在動比較快的時候 就會在那個時間點出來 所以你可以靠自慰的時候練習 把大腦的記憶的時間拉長一步 了解 不過其實 炫耀 這個故事呢 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朋友的故事 都是這樣講的 很有個故事 他有一天跟我講 欸 舞陽 我直接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蠻久的 一開始呢 其實還蠻想要你知道嗎 跟他稍微接觸一些 比較 私下的關係 他大概等了八個月之後呢 終於來了第一次 可是他們的第一次 沒有他想像中的那一種 美好的婚藝 因為呢 他發現那個女生 可能他的 電腦差太多了 女生好像在搭高鐵你知道嗎 就是10分鐘就到了 高鐵 哎呀 女生說到了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繼續 因為會不舒服 男生像老汗一般在推那個車子 所以速度上面差太 電腦不一樣 電腦不一樣 對 造成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困擾 好像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最後好像就是他們就分手了 嗯 那如果這個人生在遇到電腦的問題 到底要這麼解決 通常不會有勃起到太久的情形 是多久啊 他大概好像跟我說 平均就是一個小時以上 一個小時以上 太扯了 那個一個小時 那個一個小時以上 中間應該會有換很多姿勢 就是他也不可能一直維持 不可能 抽插然後不出來 是 那如果是維持的抽插不出來 30分鐘以上 這個叫磁射 這個也要看醫生 那另外一種就是勃起太久 如果你維持四個小時 都沒有降下來的話 這個要去看醫生 閃明題會壞 等一下 波士 那譬如說有人可以一個小時 但是妳說妳要叫他三分鐘 他也可以 就是他可以控制 那就很OK 就很OK 只要可以控制自己 射精的控制 對...這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我想要補充 剛剛妳朋友 妳朋友的女朋友說 10分鐘就到了 其實女生本來就不喜歡太久 全長大概30分鐘到40分鐘 就是包含前戲跟後戲 對 那純的那個時間有到 如果是主題的話 應該是重點是 男生要維持夠快的頻率 還要夠讓女生舒服 而不是一直在那邊換姿勢 因為女生要達到高潮 需要一段時間 要延續的上坡 對 女生要延續的上坡 那如果男生自己忍不住 就會要換姿勢的時候 女生就要從頭開始 他就會在緩下 對 那其實那兩個人都沒有辦法 一起高潮 那其實都是兩個人的困擾 有時候男生一直想要表現 他就一直換姿勢 對 對啊 他好像在煎魚一樣 好像在玩馬戲團 對 還不同一個姿勢 對 那感覺都沒了 不一定要換很多姿勢 就是如果是舒服的話 一個姿勢就夠了